我今年70岁高龄,和老伴一起过了几年安逸的退休生活,两个人的退休金每月加起来有16000,还有150万的积蓄,本来以为可以好好享受退休生活,但却因为儿子儿媳妇的一个决定,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孤苦无一。 我和妻子今年70岁,都从政府机关退休了,因为家里只有一个儿子,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宠爱都给了他。从小家里条件还算好,没让他吃过什么苦,基本上是予取予求。 儿子结婚的时候,女方家说有房有车才同意结婚,所以我们帮他出了40万房子首付,出30万给儿子买了俩车。 儿子结婚后,就搬去新房住了,我们老两口住一起。 儿媳妇生孩子的时候,我们夫妻很高兴,终于像别人家一样,也抱上孙子了。 那时,去看望孙子的时候,特意包了一万元的红包。 结果,红包交给媳妇后,她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。 儿子暗示我们给少了,于是为了孙子我们又去银行取了两万元,而媳妇才对我们笑脸相迎。 孙子一岁的时候,儿媳妇提出想换房子。 现在住的房子太小,孩子以后也要有个房间,但换房子的钱不够。 儿子想让我们俩帮忙,我们手里还有80万存款。 我不太想给,因为那是我们最后的存款了。 虽然退休金足够我们夫妻俩生活,但人生难免有个意外,拿着那笔钱也有个保障。 可是妻子心太软,一再劝说我,不忍心看到我们唯一的儿子这么辛苦,我们作为父母,看到孩子有困难不帮实在是于心不忍。 最后我们把80万存款都交给了儿子,让他们换了个大典的房子。 没想到新房住了六年,儿媳妇又说想换个学区房住。 因为孙子要上小学了,他说对孩子的教育一定要重视。 他打算卖掉现在住的房子,但是学区房的价格有点贵。 就算卖了现在的房子,钱还是不够。 儿媳妇说要我们帮衬一下,他说可以把我们住的那套房子卖了,然后换个大一点的房子,一家人一起住。 我听了这话,马上就揍不住了。 我想对妻子说自己不同意,房子卖了我们以后若是和儿媳吵架了,连个去处都没有,我们已经帮得够多了,也要为多为自己的晚年生活考虑。 可妻子却很高兴,他一直都是喜欢热闹的,他想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。 他说和儿子住在一起,平时可以帮儿子家做做家务,还能每天看到孙子。 我很无奈地同意了,不想泼冷水,于是我们把自己住的房子卖了,买了一个大一点的学区房,我们搬去和儿子住在一起。 但是住在一起之后,儿媳妇每天下班回家,对我们不理不睬,好像我们在他家爱了他的眼一样。 老伴承担起了买菜做饭的一些家务,但在饭桌上,儿媳妇没说过一句夸奖的话,反而嫌饭菜不合他的口味。 下班回来也不说跟我们打个招呼,家务也都丢给我老伴了。 我真的看不惯他这副样子,就私下里跟儿子提了几句,让他媳妇态度好点。 我不知道儿子怎么跟他说的,他就很生气来找我理论。 我气不过,气到高血压住进了医院,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。 住院期间儿媳妇没来看过我们一次。 儿子也忙工作,都是匆匆过来看几眼就走了。 等我们出院回家的时候,看到客厅里摆着很多行李,里面都是我和妻子的衣服。 我问儿子怎么回事。 儿子回答说,家里人太多了会吵闹,妨碍了孙子的学习,给我们联系了一家很好的养老院,住那里我们能得到很好的照顾。 我知道这一定是儿媳妇的主意,我对儿子说,你怎么这么没主见,我和你妈把棺材本都给你们了,房子也卖了,你求我们办的事哪一样没合你意,现在你却让我们去住养老院。 儿子在一边没说话,儿媳妇却说,住养老院怎么了? 现在和你们一样的老人,很多人都是去养老院的,而且养老院有人照顾你们,你们俩的退休工资每月加起来一万多,自己养老完全也没关系,用不着我们操心。 听到儿媳妇这么说,我真的很伤心,很后悔,当时不应该把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他们,也不应该卖掉我们住的房子。 现在房子没了,儿媳妇把我们赶出去了,我们只能住在养老院里。 本来我和老伴每月有1600的退休金,还有家里的存款,能够好好享受晚年,却因为过于溺爱儿子,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变成了这样,真是后悔啊。